透过空拍机画面可以看到山壁整片崩落 原本翠绿的边坡被削掉一大块 变成裸露的土色 这里是花莲绣林虾木瓜西南侧的闻蓝村部落 经历好几次地震后大量土石摊坊 靠近河边的边坡变成光涂涂一片 空拍机画面拍下河床上布满大大小小碎石 一路从仁寿桥南侧到洪青山庄都有土崩情形 尤其是临近边坡的住宅可说是岌岌可危 地面上还有掏空的状况 让居民可以说是相当游心